叫治療師了 有時候過年 免不了的時候要打牌 我們常常說定時要起來運動 但是打牌的人說 我現在氣正旺 根本不能動 絕對不能夠離開 所以我們就設計一個麻將操 四個人不用離開 在上面就可以做起運動 這個運動很簡單 就是坐在那邊 麻將桌就可以做了運動 一拜上天四好牌 做一個伸展 腰部上半身 一拜上天四好牌 不要只聽摸不到 有時候公聽沒用 左右這樣伸展 伸展抑一下 伸展從這旁邊 伸展手 不要只聽摸不到 二來拜託給我碰 這個是甩一下手 這是手腕的運動 往前往後這樣拜拜 都有運動到 二來拜託給我碰 不要按槓呼嚨我 左右 左右 這也是一個擴胸 往外往這邊推 往左邊推 右邊推 有沒有 有一點扭腰有點推 背部的肌肉伸展到 伸展到 坐在那邊就可以做運動 再來是三家烤肉一家鄉 注意喔 這是要縮進來不要出去 這是像一個泳這樣出去 收一個三家烤肉一家鄉 這個是叫做一家烤肉三家鄉 把氣收回收進來 收進來啦 有沒有 就是要洗牌的時候 就可以動作大一點 這是一個擴胸伸展 三家烤肉一家鄉 要不然你是要怎麼做 這也是一個肩膀運動 擴胸運動 肩膀往後 撇撇撇 因為肩胛骨的時候會很緊繃對不對 對 夾緊 夾緊 要不然你是要怎麼做 很神器這樣 然後四箭同樂一家人 這個是有點左右 但是重點是這個手呢 要做一個延伸 有沒有 我們手要有點延伸 對 四箭 我們叫四箭會嘛 四箭同樂一家人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肩膀的運動 然後呢 是先禮後兵 您算帳 先禮後兵就是有一點繞過來以後 這也是一個手腕手肘 然後先禮後兵 要明算帳就要算錢 對 把那個打牌的精髓 全部都揉在裡面了 好 所以這些動作 就帶給大家在這個做麻將的時候 一邊還可以做一些操對不對 對 做一點運動 那腿的話是不是也可以稍微動一動 腿都動 其實很簡單 腿動的時候有幾種運動 一種運動就可以這樣 打開合起來 打開合起來 對 做這個 這個進來外出去有沒有 酸窄群的時候 對 或者是說這個是前翹後翹活跳跳 其實我們有時候這個是小腿會運動到 對 這樣運動到 那你如果要做腳踝的話 這個就是內巴外巴腳開花 外巴字 內巴字 外巴內巴 這樣動除了腳踝運動以外 這個膝蓋 這個膝蓋這裡也有做運動 對 很多人以為膝蓋只有伸直外對不對 對 所以你這樣的話就內外 內外 所以這個是一個腳踝的運動 前翹後翹 內外 那當然如果有時候偶偶伸直一下也很好 好 所以還是要動一動嘛 對不對 對啊 所以很多人說 看看你能摸到你的腳尖 有沒有 很自然可以摸到腳尖 好厲害 摸到腳尖耶 伊犬你摸到嗎 你腳偷彎我看到了 像伸展有幫助耶 有幫助喔 可以伸展一下大腿小腿 所以大家看電視啦 或是打牌打麻將的時候 也可以剛剛指導師的這幾招 上半身下半身動一動 對 上半身下半身都動一動